Audio Jungle THAB系统一度引发多方面的争议,如今,这一系统面临被撤除的可能性,据韩国《民族日报》27日报道称,因韩国当地社团和部分居民的反对,驻韩美军在庆上北到新州郡部署THAB,已是自2017年9月起就已中断,至今已超过半年,韩美两国自2016年9月决定部署THAB系统, 于2017年4月和9月,先后引进6个发射台,但之后部署工作就再无任何进展,此外,此前计划在2月进行的THAB拥闭环境评估项目,也至今未能成型,上述种种迹象可能预示住备受争议的THAB系统,很可能会被撤除, 新州郡居民反THAB部署一直不遗余力,在亚太先起掏天巨浪的THAB反导系统如今运进韩国,已近12个月了,但是如今却没什么明显的进展, 虽然6个发射系统都已经运抵兴,上北到新州郡的高尔夫球场,但是由于反对部署THAB的团体和部分当地居民一直挡住入口, 以至后续工程所需的建筑材料和设备无法进入基地,所以THAB后期工程,发射阵地的建设,以及各联通的网络等,均无法开展正常的施工,因此从去年9月起,整个工程实际上一直就没有正式开展过, THAB部署需要很多后续后勤支持阻止THAB的部署,主要来自韩国民众的力量,他们一直在反对部署这一反导系统, 据称,对于当地居民的阻拦THAB的部署,韩国警方基本处于放任状态,所以反对的浪潮从来没有停止过,虽然韩国警方被要求应对民众的抗议行为, 但各级部门,被提醒尽量不刺激到居民,以免局势不可控,而且,参加应对居民反THAB的警力, 在去年9月时大概有有4个中,对300多名警察维持秩序,但现在只剩下一个中对80多人,还在距离基地4公里的地方待命, 很多THAB系统设备至今还未拆箱 当然,韩国的上述举措,可能与新领导人的态度有关,据说,这位新领导人一开始,就对部署THAB持否定态度, 还曾在2017年底表示,不追加THAB系统,不加入美国法导体系,不发展韩每日三方军事同盟,这三大态度实际上就为THAB的部署设定了底线, 再加上如今美朝正在规划首脑会谈,如果不想进一步刺激事态,韩国就不能轻举妄动,而且,中国鲜明和决然的反THAB决心,已经让韩国被偿苦头,如果不是可而止,未来的结局将更不可想象,如果不撤除中国也有办法反制THAB分析认为,如今半岛北方领导人已经实现了首次访华, 这令东北亚局,是瞬间实现了颠倒,中国在其中的作用,再次关键起来,再加上提将举行的朝韩会谈和当前的朝美首脑会谈的可能性,均促使半岛局是出现极大变化,在此情况下韩国政府可能会考虑撤除THAB,但即使因为美国的压力大而不能暂时撤除,那么,仅仅韩国的友谊托拉施工, 也会让THAB处于半死不活状态,当然,中国的影响力还是巨大的,只要中国坚持反对,并同时对朝韩,施加战略压力,现在的局势还是处在中国的掌控之中的。 军平陈光文,转于2018年3月28日